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最近美国政府又拿出了老掉牙的剧本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 妄称中国正当贸易措施为经济胁迫 对中方因美方封锁打压而采取的应对举措 扣上主动脱钩的帽子 还以抹黑甩锅的方式为自身开脱 之所以说这个剧本老掉牙是因为 类似报告美国政府最近几年年年整 既不怀好意也无甚心意 这锅中国当然不背 这帽子中国当然不戴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受益者 但是美国对于世贸组织的规则 与其有利就遵守 与其不利就否定 甚至威胁掀桌子点煤习惯 比如曾粗暴要求 世贸组织必须在90天内改变相关规则 这就奇了怪了 世贸组织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的 美国政客如此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难怪被网友嘲笑道 这种做法太美国了 很多人都知道 美国是被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争端解决最多的成员 也是公认的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 他发起狠来 连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股 这就应了一句话 锤子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钉子 美国是挑战世贸规则的老手 也是大搞经济胁迫的惯犯 就拿最近来说 美国声称中国生产的起重机 是收集情报的特洛伊木马 还渲染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 威胁国家安全 这不是典型的抹黑中国和经济胁迫吗 说到底 美国不捣乱 这个世界就和平的多 美国不添乱 这个世界就安静的多 那么多